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10日 星期四 來到晚上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城中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余子明過世 這位演員在TVB效力超過40年 當中在風神榜以薑紫牙的角色是最為人所熟悉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78歲的余子明是小小的 曾經效力TVB超過40年 風神榜飾現薑紫牙最經典 報道的內文是如此 余子明今年年初因為缺血性中風入院 左邊身暫時癱瘓需要坐輪椅 並有家人照顧起居飲食 當時余子明的兒子天佑在IG交代爸爸身體狀況 透露爸爸身體明顯退步 因為龍潭太多化不開 擔心情況嚴重會併發肺炎 所以急送入醫院檢查 在10月底的時間 兒子再上載最新照片 見到余子明眼睛碌碌對著鏡頭拍照 雖然面容消瘦但尚算精神 原來暗藏隱憂 天佑寫著老闆充滿電 不過最近身體明顯退步 怕他吞藥會續 所以大顆藥丸要磨碎 亦說珍惜家人活在當下 另一邊也看看相關報道 馮素波在1小時前收到壞消息 也指不知應該說甚麼好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資深藝人余子明陰病細細 中年78歲 余子明的太太 馮素雲的姐姐馮素波 接受HCINNING一訪問 她坦然馮素雲已經通知她的壞消息 波姐就語帶唏噓地說 剛剛也收到消息 也說最後一次在余子明的家見面 說她也進了醫院幾天 她過年的時候已經中風了 余子明效歷TV40年 亦說近期去ViuTV出演劇集 當中的演出獲得網友的盛讚 而近年以來有關余子明的作品不少 當中的確是封神榜裏做薑紙牙 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怎樣說也好希望名宿安息 另一則社區消息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維園連銷攤位鏡頭激烈 有競爭者口角 蘭花大王子成本較為期高 報道的內文是 這樣的維園連銷市場公開鏡頭 在今天11月10日進入第二天 鏡頭情況仍激烈 今早更有兩名鏡頭者 因為出價問題而情緒激動 雙方口角 現場職員需要上前調停和安撫 今天有參與鏡頭的蘭花大王表示 今年攤位數量減少 令整體出價偏貴 他用了超過20萬才能投到10個攤位 花費較預期高 今天鏡頭121至175號 一共55個濕貨攤位 底價是5440元 在鏡頭第124號攤位的時間 有兩名競爭對手 因為不滿對方出價 情緒激動發生口角 職員需要上前安撫並將他們分開 安排坐在相隔較遠的位置 事件擾讓了一段時間 說的是維園年宵的攤位鏡頭 不過今年的年宵一樣沒有光貨 場內亦不准飲食 不過失貨的攤位鏡頭一樣激烈 結果有兩名鏡頭者在現場口角 要職員要上前調停並分開他們坐 另邊相亦轉看另一隻怪物 話說有司機竟然這樣做 將牛肉桿放到其他車輛之上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就指車主的野魚 要將8號告票是否吹去頂安街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車主肉痛被人連抄兩張牛肉桿 竟然出奇招找人頂包 有車主在社交平台Facebook群組 小心駕駛 公開一段閉路電視錄影片段 事發時間在今週四 11月10日凌晨2時35分 地點是牛頭角定安街公共咪標位 只見一名將白色私家車拍街的男司機 在車內拿了兩張320元為例拍車 定押告票 軌輸地左右拆項 確認四真是沒有人過後 就先後攝入兩輛白色私家車的車頭水撥之內 然後假裝若無其事離開現場 然後有車主發現不妥後 將有關閉路電視片段和告票公開至社交平台 如攝氏的車主找提示鬼交告票 做法是極愚蠢 就說你將8號告票今早吹去 定安街我車的車頭上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PM 即短訊給我 意味對方遞來的告票流動百出 不但車牌號碼對不對 連事發地點亦是較現場距離1.5公里外的定安街 除非車主不看內容直接付錢 否則就肯定輕易察覺有問題 有網民就附和半開玩笑指 將票仲要不小心被你車的水撥夾住 太有運氣了 今晚記得買六合彩 大律師陸偉雄提醒將違法定押告票 撤入其他車輛足以構成防外司法公正 一經定罪最高刑罰可以監禁7年 簡單來說即是自己收到牛肉缸 然後自己不去交 再找一輛車撤入去 希望拼其他車主幫他交 這招真是妙 不過看來不奏效 有網友發現這個情況 並且將相關片段放上網 另邊商也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位的士大哥化身貼心的南康戶 親手抱婆婆下車再坐輪椅 報道的來問是這樣的 那輛的士司機經常被指工作態度不好 會逢有人將相關的網片上載到社交平台 必定遭到厚珠不乏 不過行內並非個個都是壞人 有私家車司機在社交平台公布一條車鏡片段 片中看到一名男子和一位年老女家屬在大埔下車時 懷疑因為個人力量不足無法抱婆婆下車 那位的士司機見到後化身貼心的南康戶 等待男子在車尾箱拿輪椅在街頭擺好後 司機便便走到後座環抱起婆婆 然後小心翼翼將他擺起輪椅之上 男親屬便善後關上的士門 整個過程被途經的司機目擊 上載片段的車主直言 對視不對人不是個個的士司機都不好 好 起碼這條片裏做了一件好事 的確每個行業有好人亦有壞人 的士司機態度的確近年惹人咎病 但當中有不少的的士大哥可能都相對好 但怎樣說也好 近日越來越多相關的新聞 就昨天有個的士司機竟然是因為乘客不足3元 即是給不到車費 把那個人車回去原位再放下 兼且將他身上的26元拿完才肯讓他離開 即是甚麼人都有 不過都是那句對視不對人 好事就應該要賺 另一則網絡也說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有一間食店的老闆失戀 推你100元任購任答的套餐 網友問離婚是否更便宜呢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商戶為了搶生意各式各樣的噱頭層出不窮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食在元朗上載照片 指在元朗嘉誠廣場後行人路 擺放了一間食店的展版 失戀價100元三百貨 任購任答 這間神秘食店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在展版所見那間售賣潮傘海峰特色美食 但未有標示店名和地址 令網民一頭無水不知叫甚麼名字 有人猜猜那間店舖可能叫老闆失戀 也有人指不是經常開 大家摸過很多次門釘放棄不再去 各大小店為了搶生意甚麼出頭都有 老闆失戀的確是大了 結果買東西特別便宜 不知你的方法是否能得到網友的垂青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劉國賢一起聊聊天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的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